环境情幽 鄰近和平篮球場 还有学校 位在乌龙街巷弄内的11层楼 中古大楼 近年来不止房价金金涨 就连车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以这个位在大安区 33年中古屋的车位来说 在过去二十几年前买 只要大概一百多万 但是现在买呢 都至少得花上三倍的价格 才买得到 根据时达的路资料显示 近五年全台车位 平均交易价格 2019年才一百五十五万 但到了今年已冲上一百九十四万 毕竟两百万大关 让不少公屋族很有感 因为我当初入手大概是一百多万 但是我看现在的那个平均的行情 差不多附近有到三百多到四百 以六度来看 其中又以台北市车位价格三百万元最贵 新北市排名第二 而台中 桃园 高雄则紧追在后 就连台南市也要一百六十一万 南北车位价差逐渐缩小 但其实除了地段之外 新旧建案 楼层还有位置 都是影响价格重要关键 通常地下一楼的行情会比较好一点 像那种车位你也没办法停太高的 像那种车位相对的就是会比较便宜 它挖的越深 它的价格 它成本可能就越高 台北市的新建案 金华地段新建案 它的平面车位价格 大概一个上看要四百 甚至到五百万元以上都有可能 那中古社区的话 大概也要两三百万元左右 内政部长林永昌先前提出 从车到着手进行虚评改革 因为眼看车位价格 每年以超过百分之六的幅度 持续上扬 恐怕让无可阻买房更加望之却步 三选顺快乐福祉台北报导